拥有四十年历史的三英部落 因为盖在河边行水区 政府希望拆迁 而多年来历经抗争到异地重建 终于在二十八号展开了拆除 这是全国第一个河滨部落安迁计划 让族人自立造屋 自己设计新家 十几台怪手机具来回开挖 拥有四十年历史的三英部落 二十八号展开拆除 短短一天多 已经看不出聚落的原貌 曾经是住家屋顶的波浪板 和隔热海绵 以及布偶娃娃汽车玩具 都成为废弃垃圾等待清运 很难过啦 心里也是很不舒服 怎样的不舒服 就是很多啦 不是我一个人而已 三英部落两年前启动异地重建 四十二户部落族人已经迁移到附近 农恩街一百五十八项 被称为三峡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园区 的新地点 踩333模式 政府补助银行贷款和部落自筹 各出三分之一经费重建 目前新居外观已经完工 室内则由族人自行设计 动手装潢 十四岁从台东北上 林静英在三英部落住了三十多年 新居一边筹钱一边装修 事实上2008年台北县政府 盖了隆恩浦国宅 提供户数名额给三英部落 但高楼大厦族人房租缴不出来 也有族人住不习惯 签制计划失败 2010年重新协商 才有了自立造屋的新方案 三英部落走过抗争的风风雨雨 迁居后的新环境 一切还在适应当中 记者黄金郭峻林 新北市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